25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北京出席庆祝非洲日招待会 王毅在会上表示 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 是中国外交不变的优先方向 在当前疫情肆虐的背景下 中方愿意为非洲朋友渡过难关 做出中国贡献 中方将继续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 提供疫苗 以及抗疫物资的援助 中方积极参与了G20缓债倡议 迄今已经同19个非洲国家 签署缓债协议 或者达成了缓债的共识 王毅就开创中非合作新局面 提出了四点建议 表示要继续推动中非务实合作 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配合 坚决反对 搞新的集团对抗 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捍卫发力中国家的共同力 非洲驻华使团长 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也表示 非洲和中国要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向国际社会发出 非洲携手促进世界公平正义 和平合作的强有力信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